而也因为精准筛减的议题引发争议 现在中央地方还在持续护杠 根据最新出炉的网络声量调查 卫副部长陈时中 因为要把彰化县卫生局长 叶燕博送正风调查 结果引发部分民众的不满 调查是好感度大跌 而对此陈时中本人倒是不太介意 他说自己不是当明星 做好事情比好感度更重要 我们又不是在当明星 阿中部长不当明星 为了彰化县卫生局精准普筛 中央地方护杠 卫副部长陈时中省良受冲击 不过他并不建议 我们又不是在当明星 好感度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 当然我相信市政的方向越正确 好感度是会越高 所以我们是朝着市政的正确 与民众良好的沟通 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走 观察陈时中 自指挥中心成立以来网络好感度 2月4号 阿中部长忙着武汉包机返台 记者会中哽咽宣布有台商确诊 真情流露感动国人 是他声量最高好感度也爆表的记录 不过到了8月19号 陈时中要求阵风单位 介入调查彰化线裁检状况 引发了网友不满 这次声量同样很高 不过却变成了负面声量大涨 将化卫生局防疫为优先考量 却得不到中央的支持 过去的陈时中防疫为优先 我们希望现在以及未来陈时中 都不要改变 很多人误以为 陈时中是惩罚一线的防疫人员 专家团队的判断 隔离14天 是最恰当的防疫的方式 希望蓝眼不要刻意操弄 好感度下跌 绿营替阿中部长抱不平 只盼防疫烧点政治操作 全民一心才能战胜疫情危机 继续讲解一下 台北报导